伊朗游民女子因为没有带好头巾 遭警方鸡押后死狂 在各地就引发了暴动 而造成要不选死狂 事上强震后 玉璃房屋毁损严重 全国建筑市工会南下 要协助民宅和校园为楼建订 此季骨髓资料库成立29周年 帮助6000多个家庭圆满缺憾 今天巨淡然江建欢 场面问心感人 观众朋友晚安 欢迎收看9月24号的 大爱业安新闻 我是吕思萱 头条新闻还是带您关注 918的池上地震 发生到现在已经是第七天了 还是有居民是有家归不得 所以今天全国建筑师工会 就号召了各地的建筑师 特别南下来支援花莲灾区 要为这些受灾的房屋 来进行鉴定工作 不论是漏水或者是房屋结构 出现问题 他们都免费来提供最专业的诊断 就是希望要尽快来帮助灾民 冲进家人 新北市的呢 将七八十位的章 是在参与这次的地震勘检 紧急动员的训练 几乎每年都做一次 目色看起来都还算OK 请急动这个也不是那么严重 这样这种情形就是怕说 下雨天或什么有水没有雨水 是怎么进去按你量 按你量 可以做补修了 那不经常下诊就有可能 这种烈尾就会出现 它不需要地震 不需要地震 不是因为地震 最多危险要做记录 仔细勘察评估 乐和国小挺过地震 鉴定之路穿越稻田 抵达两大板块交接带 沿路来到近山区 可以清楚看见 远方山体大面积崩塌 发生在十八号主政当下 而前方的村庄 就是阿美族乐和部落 而眼前的田主教堂 是乐和部落一半以上 村民的信仰中心 其实多年老旧建物 也抵挡不住 这次强政贴上红丹 成了围楼 哇 这个 哇 这个 就是主要破坏的点 这里是最严重的 对 那么再看看 这个力量就延伸过来 像开窗的地方的造成 叫做短柱效应 你看这个中间 上面全部断 我们虽然肉眼 是不能看得很清楚 我相信这栋建筑 已经有稍微有倾斜 再再看看 往下面来看 在大挤压的时候 你看这个地底 应当以前都是平的 你看这个隆起 拥有四十年资历 更通过日本最高难度的 一级建筑师认证 在江之川解说下 真实感受地震瞬间 强烈威力 成了危险建物后 村民只能待在外头广场 何时能恢复 没人敢保证 我们现在都在外场地 这里去做礼拜 这样子 而里面不能进去了 县府来结合的话 让我们这个宗教信仰 能够重建的是最好 这条还没洗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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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条也没洗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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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短半天走访近百间受灾户 免费提供最专业的无损诊断 安定大家的心 协助早日恢复家园 带着文章之杰 余国伟花脸报道 的确呢 眼前最重要的就是要赶紧重建家园 而在地盛发生之后呢 近似近舍的法师和慈激志工 这一连几天呢 都在狱里进行看待关怀 不论呢 是在镇上或是深入山区的部落 都能看见烂天白云的身影 而慈激呢 明天将会有一行 一场大型的家访 有将近一百位的慈激志工和志工们呢 他们会从花莲搭车前往狱里 而这一趟呢 主要是集中在玉里镇上的五个礼 这包括了永昌和启摩 以及国屋里 还有泰昌和中城 这五个地区呢 志工就会分成了23条的路线 预计要送出500份的安心祝福礼 而这每一份安心祝福礼里头呢 包含了有香肌面 以及不需要烹调的即时包和塑香松 还有就是要安定任心的静思雨 只是呢 一下子要送出这500份的安心祝福礼 可以说是不多也不少 所以呢 志工们今天是把握时间 把这些物资全部装带 同时也要把这一份安心的力量一同打包 现场还可以看到有年轻志工 他们是制作了电子地图 为的就是要方便明天大家在家访的时候 能够使用节省这些角落的时间 五百份物资从金社运送到狱里 在地志工打包祝福礼 先安住自己的心 我自己也吓到啊 我都尽量工作就给他忘记掉 得到消息的乡亲也利用假日付出心力 家里也有岛嘛 他就上班的时候没有时间整嘛 他就利用假日赶快整一下 然后下午就时间差不多都赶快过来 这边帮忙要整物资这样 志工王玉清更是远从台中而来 因为多伸出一双手就能多助人一分 我在想说这个地方应该比较偏僻一点 应该人员会少所以就赶快来 我们自己的本部这边 另一头志工还在研究地图 确保23条家房动线能有条不问的前景 黄色黄色的 绿跟灰 23条线然后分别放在云端上面 我们比较严重的围楼是红色 然后让大家知道哪个路线上的围楼 然后特别注意 善用科技工具制作云端地图 年轻人发挥良能安心家访 环保又有效率 大爱新闻黄文琪 刘洪志花联报导 一年一度的骨髓相见欢 今天登场去年因为疫情的关系 改采是云端相见 但今年疫情趋缓了 所以改采的是实体的界面会 主题是义不容辞爱在随缘 但是在防疫的考量之下 今天是不开放观众入场参加 现在您来回顾 此季的骨髓干细胞中心 是在1993年成立至今 已经建立超过有45万笔的建党 有6万多人来申请配对 但最重要的是 这29年来帮助了6200多位的患者 完成配对圆满他们人生的缺憾 而这些数字呢 承载的是一个家庭的希望 而今天呢 这两个从不相识的人 因为配对成功 他们也成了另一个限远之情 康复7年后 终于见到救命恩人 男人激动情绪 因为这个人让他有机会 陪先生变老 陪孩子长大 我做梦都在想说 我什么时候可以见到他 当见到他那一刻 就觉得我跟他长得还蛮像的 对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缘分 我没有想到是一位妈妈 然后那次知道也很高兴 他也说因为我的帮助 所以他就是 他们三个家庭都得到了帮助 得到了救赎 所以我觉得我很开心 谢谢你救我先生救我们一家 两个家庭的相见欢 发现了许多巧合 跟我童年 然后也是双胞胎 然后也是双胞胎的弟弟 所以我觉得真的 可能冥冥之中都有一些 就有一些安排 就会这么幸运配对到 因为没有特别激动 就很平常心 就做就对了 樊根层与双胞胎哥哥的配对 其实相符 但因为这个原因不能捐 同软双胞胎 他的基因配型 所有全身的基因配型 都一样 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 等他移植进去之后 他个体没有办法辨识 所以他可能会产生 复发的状况 带着亲手做的小礼物 除了祝福 更多的是感谢对方 在最无助时照亮了他 做人不退职 恢复了健康 我可以去爬山 我可以去爬百岳 我可以去潜水 我可以去跑马拉松 我会恢复了像正常人 一样的生活 我觉得是他给我的生命 然后让我走向 一个新的世界 千言万语都受不尽 对贵人的感谢 这一段随缘之爱 更承载了重生的力量 大安新闻 王一婷李健宽 台北报道 而要为癌症患者 来找寻意思的希望 在菲律宾有一位 四十多岁的舌癌个案 他特别跨海 来到了台北此院寻求治疗 特别是感受到了 医疗团队的亲切关怀 来自菲律宾的Daniel 因为舌癌复发到台湾治疗 正好遇上他四十一岁生日 医疗团队共同庆生 送上祝福 第一阶段接受化疗 加标靶的诱导性治疗 治疗控党则住在附近饭店 而团队特别以通讯软体 成立群组 关怀不间断 治疗过后Daniel不仅疼痛改善 疾病也获得控制 他们深深感受到 如家人般的关怀 我们第一次见到这里 他在通知我 去查一下你如何 你住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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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以前还不能走在 菲律宾 因为他的疼痛 但现在他可以走在那里 用专业拔除病苦 用新关怀需要 让异国患者也能安心治病 不孤单 大爱新闻 黄县郭家旭台北报道 海东的百年天后宫 连续三天举办了建教 当地的灰石店家 也暂停一夜 来全力响应 休息一下 马上回到新闻现场 我是热带雨林 我是地球的肺 我微笑着 为你们吸收二氧化碳 提供地球百分之二十的氧气 直到你们举刀 挥向了我 如果你们不要害我 地球就能灭于气喘叙叙 如果我们再不努力 通道一命 无人信命 爱不是手 爱要开口 爱屋集屋 爱之欲其声 爱到深处 无怨有 冰城的快速融化 密石成了北极熊生存的难题 漫长的密石旅程 体力不支的小熊 往往溺死在中途 当北极都失去北极熊 人类还剩下多少时间 你是哭着来到我的身边的 饿了哭 摔了也哭 我希望你笑得更多 因为不如意是学习的动力 虽然你哭着来到世间 但我希望你笑着迎向未来 每一声震耳欲龙枪响 都在向童年 向希望道别 每一个透显微光的弹孔 都好像灰暗 惊惧的眼神 硝烟征战 毁掉的不仅是孩子 也是世界的命 欢迎回到这一节的 大矮夜安新闻 这一节的国际消息 要先带你来关心 伊朗最近可以说是 相当的不平静 各地频频发生暴动事件 原因就在于 画面上这一位女子 她叫做艾米尼 13号的时候 因为没有佩戴好头巾 所以被当地的道德警察 取缔羁押 带到了惩戒机构 来进行律令教训 没想到三天后 就传出了艾米尼死亡的消息 这个消息一出 是激怒了伊朗的民众 他们现在走上街头 连续八天的群企抗议 当地的女性 甚至焚烧了头巾 他们剪下头发 怒斥伊朗政府 对于女权的不平等 这一场抗争还蔓延到了其他的伊斯兰国度 统计到现在 有将近50座城市都出现了暴动示威 他们表示要和伊朗女性同胞站在同一阵线 眼看现在事件越演越烈 伊朗政府甚至出现有网络管制 或是直接中断了社群媒体和手机的服务 但是民众在意的就是 伊朗政府把规范穆斯林女性要带头巾 视为是伊斯兰的基本教义 但是却频频出现当地的道德警察过度执法 这也让民众开始质疑道德警察存在的必要性 以及他们执法的正当性 拥有伊朗学童的CNN当家主播艾曼普 原定在纽约联合国大会访问伊朗总统 却因婉拒访谈期间佩戴头巾 最终专访告吹 9月中22岁伊朗女子艾米尼因头巾没戴好 遭德黑兰宗教警察逮捕 昏迷三天后上命 头巾命案引爆全国公愤 就连远在土耳其的伊朗女性 也脱下头巾断法抗议 示威更是在全球遍地开花 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 伊朗政府才规定穆斯林女性戴头巾 并被视为尊重基本教义 也是反西化的象征 避免外国文化入侵 不止伊朗 阿富汗塔利班也严格要求女性戴头巾 此外 全球最大穆斯林国家印尼 今年8月也发生类似争议 人权组织指出 迫使女性戴头巾可能引发严重心理困扰 同时凸显出性别暴力 如何在权力系统更胜蒂固 戴新闻落贼近编译 接着持续来关心日本塔拉斯台风的消息 目前塔拉斯已经转为温带气旋 不过还是在金刚带来了严重的豪雨 命成洪水和土石流灾情 目前得知已经有两个人因为台风不幸死亡 当地还有两座电塔倒塌超过11万户家庭 现在都是无电客用的状态 画面可以看到当地的电塔是随着山坡的土石流倾倒 因为金刚线短短半天的时间就下了400多毫米的雨量 这比起9月的平均雨量还要来得高 目前金刚线的土石流灾害警报已经解除了 不过当地还是提醒民众要注意局部的土石松动 日本气象厅更预测 现在随着南方水期一路在未来几天 关东和东北地区要严防暴雨发生 再来看到是日本有一位藤井阿嬷 她在311大地震过后 就警觉自己要随时来做好防灾的准备 于是阿嬷现在是不断的来开发自给自足的特技 包括她会在自己的住家附近来装设太阳能板 甚至她会利用骑脚踏车来发电 没有想到藤井阿嬷的金头脑 让她这十年来都没付过一毛电费 藤井志佳子是日本小有名气的软质艺术家 但让她名声大噪的是 驻东京十年没付过一毛电费 311地震后她决定与电力公司分手 家里用电全靠自制秘密武器 太阳能电板平均一天就能储备一整天的电量 和维持夜间照明几天 只需把食物放在锅中 一两个小时后热腾腾的蘑菇炖饭出炉 就连蛋糕都是小意思 但最引人注目的是这台看似健身的自行车 阴天或雨天用电全靠她 健身节能两不误 只要骑上10分钟就能让一个灯泡 晾三小时 但无电生活难度越来越高 环境气候就是一大挑战 小冰箱依旧靠太阳能电板供电 62岁的藤井至佳子坦岩 必须考量到体力和越发严重的热浪 就算未来要重新仰赖商业用电 她也希望继续用太阳能烹饪 尽可能维持自己的理念 生活下去 大海新闻 洛泽靖编译 今天回到台湾 来看到上沿的云端行脚 这次是来到了高雄的大树进食堂 以及陵园的环保站 要特别介绍的是陵园环保站 因为搬了五次家 现在是落脚在这个陵园的地方 而志工今天就透过了云端视讯 要让上沿来看看 这环保站里的一草一木 都别有用心 上人好 欢迎上人回来 林园环保教育站 听到了 你们有没有听到 我已经到了 上人和弟子云端相会 探访五度搬家的林园环保站 把钻床改装成拆解插头的机器 83岁陈龙熊热爱研发 是环保站的老宝费 从原先的环保站都有他的巧手 就算生长大病也精进不懈怠 他的心心黏黏黏 也是颇黏黏到环保站 工作没人做 那要补充分解不知道有问题吗 新家有新气象 这里还有千岁班 我八十三岁了 环保什么感觉 这家伙伴呢 我过来啦 这家伙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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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原当年上人修行的空间 在环保站内也能感受心灵故乡 那其实我们看到后面的那个小床 这床小小的一个床 一个人说一床而已 我想到上人当初在能修行那种客情 客解跟客难 连线也来到正在施工的大树敬司堂 小小的期待上人今年如果岁末祝福 来高雄可以有时间 但回来我们家的家乘走 感恩上人 师徒云端相会 其勉人人把握机会 继续为环境造福 大爱新闻家新林道明 高雄报道 要把握机会造福来看看 这拥有百年历史的台东天后宫 举办了十二年一次的建教活动 而这地方盛世呢 台东市就从二十二开始呢 到今天也来响应如素三天 当地有许多卖婚时的店家呢 也都暂停营业 要一同来祈求地方安康 配合台东拿准备建教活动三天 一律七夕十 每十二年都是这样配合 对啊 就是要保台东境内平安 对啊 这个当作捐钱一样的意思嘛 也是一种乐捐啊不是吗 刚刚经历规模六点八强震 民众对如素更有感 你看有一个尼伯特还有这次的地震 虽然台东市不影响很大 减少口御让我们能够如素 还有婚食店家和公司行号合作 免费送素食 给那个台东相亲方便 很快就发坏了 建教如素是许多宫庙的传统 展现宗教的慈悲 地方大事其他宫庙也响应 扩大善效应 不断翻搅希望入味 慈悸也提供素食便当订购 好口碑一传十 很好 丰富哦 有吃过慈悸的便当真的很棒 团购素食便当一起爱地球 订单不断虽然更加忙碌 却也更加欢喜 因为除了推速 志工还有一个心愿 我们的便当意卖的所得 捐到迷惑陀陀的屋乡 接连地震鱼祭尤存 透过建教斋戒 清净身心灵 也祈求天下无灾 来新闻知识美之工 林素月台东报导 四周勿款还自掏腰包来 聘请老师来看看 涛贵方他想要帮听损额 来远一个听说心话 休息一下 稍后马上回到新闻现场 每一分每一秒 都有儿童被迫成为难民 历史上战争的结果 不是输赢 而是一整代孩子的悲惨世界 成年人的战争 再次夺走数以百万计 男孩和女孩的童年 请给孩子一个和平的世界 家就在不远处 宝贝 宝贝 妈妈想带你去一个 没有污染的海洋天堂 战争离我们很远吗 战争中的孩子 有着什么样的心情 请还给他们 无邪的双眸与心灵绑 三个改变世界的苹果 一个给了牛顿 一个给了贾伯斯 一个给了你 如苏的万有引力 从咬下那一口开始 如苏我闻 每本书都是座楼 让文字齐居如诗 每座楼都有门 开启它 增广观看世界的角度 每座楼都有梯 攀登它 进入知识的殿堂 书如楼都有路 欢迎回到这一节的 大爱业安新闻 明天的天气如何呢 接下来来听听 气象局预报员的说明 在飞运滨东方海面上面 这个是第16号台风 怒努的部分 那未来的话 它还是以这个 比较偏西的方向 然后穿过旅游岛之后 就进入到南海 所以对于台湾的天气上 影响是没有直接的影响 在静明两天来讲的话 都还是会受到 这个东北风的一个影响之下 基隆北海岸跟宜安地区 以及大海岸北山区 可能还是要留一些 这个局部带领的一个影响 那另外就是说 在东北风比较偏强的状况之下 那在沿海的地区 可能还是会被比较 比较强的阵风出现 那到了下礼拜一之后呢 整个东北风 就会逐渐的减弱 那环境上来讲的话 也是总而是吹偏东风的状况 所以到时候 整个降雨的情形 就会主要是在 淫风面一个降雨为主 温度上来讲的话 其实并没有受到 太大的改变 在这一周来讲的话 在各地的地温上 都是落在23到25度左右 那至于高温的部分的话 在明天还是 东北风的影响之下 高温上就是落在 30、31度左右 那中南部的话 就可以来到 33、34度的一个温度 的一个温度 此季历史今天要带您回顾到五年前 当年墨西哥发生了规模7.1的强震 此季在震后就迅速展开了发放 而前年热带气旋一带是重创了东非的莫三比克 在当地酿成非常严重的水坏 而此季是在当地协助兴建了大爱村 为的是要帮村民能够安身礼民 2021年9月24号 一带风灾 大爱村动土 2019年3月热带气旋一带重创东非多国 莫三比克伤亡严重 救援物资明显不足 此季展开提难方法 援助大名与建材 5月中旬医疗团队抵达提供疫诊服务 拟定中长期计划协助重建家园 在重灾区索法拉省建四座大爱村 共计3000户 2021年9月24号举行联合动土仪式 台湾摩三比克两地连线共同见证 禁私书轩接牌 一 二 三 2019年9月24号 全台第100间禁私阅读书轩 苗栗公馆国中 此季简在希望工程学校之一 图书馆拆除近一年 禁私阅读书轩启用 提供师生优质的阅读空间 这也是第100间 没有想到一间 两间 三间 很多人的爱跟很多人凝聚 然后很开心今天100间 2017年禁私人文推动好化进校园活动 与慈基基金会合作 由实业家任阳在希望工程学校设置 所以也是希望把自己的好的这些福报 我们有能力的话 我们也能够去帮助人们 2017年9月24号 墨西哥强镇震灾团抵达 9月墨西哥发生规模7.1强镇 造成300多人死亡 美国慈禁人组成勘灾团 镇后第14天抵达首都 主动拜访市府 共灾人员 深入灾区 找寻合作对象 我是Tani Fonsorrada 我是APMCT的剧总监 我认为这一位美好的男人 十月第二梯勘災团启程 培训当地志工 花费八十多天 进行逐户访式 建立发放名单 十月第二梯勘災团启程 是一个建议 从台湾到台湾 用意义 十二月 叶旦节前展开首次发放 十二地志工会合 分拨五个灾区 发放一万多户 同时举办议诊 给他我的笑容 对 然后跟他问候这样子 代表就是我们也很尊重他们 然后我们也很珍惜 跟他们这个缘分 隔离一月圆满莫国 急难救助 在六个城市 共十场发放 十场议诊 动员志工 一千九百四十二人次 那终于能够在这里完成 圆满最重要的一场 可以看到 这个都是当地人民 带来想要感谢慈激 然后跟慈激一起同欢 那也代表他们已经站起来 医疗讯息要来关心国建署统计 台湾每年大约有八百个新生儿 罹患了先天性的听损 在新北市 有一个台湾听说关怀协会 创办人陶贵方 他是四处募款 甚至他还自掏腰包 来请特教老师 要帮孩子们来上课 他说尽可能地 希望能帮孩子们 来圆一个听说希望 没有人 没有家长会希望 小孩子又动刀 然后当初会动刀 也是希望说 当然是换取他 能听到一点声音 他说你这个 你应该去找 自闭症的协会 自闭症的机构呢 就说你这个是 听障的小朋友 你怎么会来找 自闭症的机构呢 我说可是我 陶贵方五年前成立 听说协会 他心疼植入电子耳 带助听器 多重障碍的孩子 急需早聊课程 却四处碰壁 大院给他做的评估就是说 他不会讲话 那怎么做语言治疗 自闭症 比较不可以这样子 好 没有改变 没有改变 还是一样 有癫痫 听障 加上自闭 机构不熟 没有课程可以上 哭着讲 他没有人要他的孩子 他问我孩子 他孩子怎么办 合力会的困境 是许多协会成员的缩影 可能50分钟的课程 就是1200到2000 不等的费用 0到6岁 我们有一个 3000块的找疗补助费 可是是远远不够的 找疗快点介入 学好让孩子上语言课程 目前以台湾来讲 大概有95%的孩子 都可以跟一般正常的孩子 是雷同的 家长一年缴1000元入会费 各式语言课程 客服班全部免费 为经济不宽裕的家庭 圆一个听说希望 用力吹气 蝴蝶 我没有听到你的气 蝴蝶 蝴蝶 好棒 谢谢 有人问既然带上了 助听设备 为何还需要特殊训练 这是因为 开刀直入电子耳的孩子 得借由学习听 模仿说话 过去是没有这个经验的 所以如果你没有特别 去训练他们认识这个声音 他们会觉得这叫掌训 另外带助听器的孩子 高频声音听不清楚 从学习构音到说出句子 过程漫长又简新 很棒 二生一讲三 那现在学校已经要会认字了 我有五只眼睛 两颗牙齿 我知道 我用两颗牙齿 五只眼睛 它就是有个视觉的线索 然后他们的句子 就会是正确的 它可以反复听前面的小朋友 怎么示范 然后之后它 就可以用正确的句子 表达出来 对 好棒 一 二 三的声 遇上沉浸自己世界的孩子 克服老师得使出浑身解数 这个 你有在听吗 起来 公 车 公 车 给你 好 我要控制它 Maybe 一进来 它一群人 它就会崩溃了 接触 有其他的互动 就是让我看得很开心 就是语言治疗的课程 我不知道我还可以做什么 我是非常焦虑 我有时候跟他们聊一聊焦虑 我就开始掉眼泪 因为我觉得 他们以后出去或社会怎么办 不可以 这群孩子从学习听说 到提升课业能力 门槛很高 陶贵芳要走的路随之漫长 但他为何意坚承担 原来自己的孩子 就是先天听损 让他有了同理心 不过小爱化作大爱 试炼重重 下一集我们继续关心 美国最新研究发现 新冠确诊者康复之后 一年的时间 它会比起没有染疫的民众 出现各种脑部损伤的风险 是大幅提升 其中确诊过的人 癫症发作的风险会提高80% 再来就是记忆问题 也就是所称的脑雾 是风险来到了77% 另外像是中风 头痛等等问题 风险都明显增加 研究结果已经发表 在自然医学期刊上头 它是以数百万 美国退伍军人的医疗记录 来作为研究的样本 研究显示 这新冠肺炎 其实具有长期破坏性 退估美国大约有660万人的大脑损伤和染疫有关 以上就是今天的大爱业安新闻 稍后要请您继续收看人间菩提 我是李思萱 我们明天见 晚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